又回到宾大这边去看这些扎营的 咱们看看扎营的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宾大的校园 这两个吵起架来了 好吧 这是宾大 然后在旁边其实就是Drexel University 就是另外一个大学 两个大学就紧挨着 所以这边是宾大 前边老远可以看见上一次看的扎营的地方 所以咱们看看在前边 好像还在那呢 好了咱们又到那个路口了 这是乌尔南和三十四节 那么在咱们的正前方 还是昨天上一次扎营的地方 咱们开始走过去 这些都是宾大校园 完全是开放的 跟社区连在一起的 当然宾大的学生都是精英啊 这边有一个雕像 什么内容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像是一个非洲来的吧 那么前边那个扎营的 好像被圈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上一次呢 他们就把那个Ben Franklin的雕像给圈起来 这一次呢 他们好像把整个扎营的地方全圈起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那么今天呢 是星期三 所以还不是一个假期 不是周末 所以来的人呢 原来人往这学校里边 当时我问 就是说校方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有人说呢 就等到放假 等到五月初放假以后呢 就学生就回家了 所以呢 这是一种 就是不激化矛盾的处理方法 但昨天前天好几个学校 冲突还是比较激烈的 比如那个哥大的 哥林比亚大学 还有南方在Temple 还有好多地方都有非常激烈的冲突 今天呢 没有什么机会 人就在这儿圈起来 然后呢 就继续在这儿扎营 扎营呢 人们就住在里边 过晚上吧 Hello 人在这儿扎营就在这儿住上 你看这儿的 人呢 他的帐篷就在这里边 你看这里边的 有各种的牌子 这里边是宾大和Drexel都有 学生都有 Puple power West Philly to West Bank West Philly to West Bank 你看West Philly是西非城 West Bank是加沙 加沙英文叫West Bank 你看这儿好多 Anti-Zan is not anti-Semitic 就是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反游 现在美国主流呢 一定要把反游和反对复国主义 连到一起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各种 各种牌子 然后呢 Temple Community 就是Temple大学 我还曾经在Temple上的本科的 Temple Community is for Palestine 这些都是cease fire stop 等下这好多这些标语 这边都是自发的群众的 你看这好多这些这个帐篷 他们在这儿晚上住 在这儿晚上住呢 就这上回怎么看到那个 对吧 因为这里边呢 他们这个宾大的这个工程学院 他们给这个以色列提供很多 这些就像无人机啊 各种 我不知道叫什么了 AI的 from West Philly 因为这个费城啊 在八十年代也被警察 这个炸过 我在那时候还经历过这个 这一次 就是因为老百姓反抗 然后警察呢就把这个十几条 上百家截都给炸了 所以费城的人呢 对这种警察的这种行为呢 还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标语呢 还是一大堆啊 你看 你看啊 这些 有人好多呀 你看这个 这个比上次的这个规模要大了 规模大了 现在呢 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活动来了 这个标语好像是上次我们看的时候 他正在写呢 这个标语 然后这边呢 一大堆啊 这种 每一个 帐篷 他都写一些自己的 啊 然后你看这一串的这些 就写了各种的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想法 写下来 表达自己的意见 Pen Doctors for Palestine 就是说 呃 宾州大学的大夫们 也为巴勒斯坦 所以你看 这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各种各样的说法呢 都有 啊 这就是 老百姓 怎么去对待这个 当然总体呢 还是 呃 官方的媒体 主流媒体 还是把 这些学生看成是 呃 叫 不说恐怖的 是捣乱分子 是暴乱 啊 这两天在 媒体上 报道还是挺多的 这边好像媒体要采访似的 啊 你可以看他们 呃 为媒体做准备 旁边有警察 啊 媒体在这采访 哎 哪个媒体还不知道 这是媒体采访 你看他这设好了 啊 作为这个 背景啊 啊 呢 这就是 这就是他们这个 呃 这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 呃 呃 他认为这个是 是反游的,他把反以色列和反游放在一起,他就讲这个10月7号的不能,那个是恐怖袭击,没有什么可以,但是呢,他说整个这些学生也是反游。 这个是一个政客,政客在竞选的,他做他的竞选视频,所以就是用这个现场做, 这个开的采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他不是反 他是要 他说人可以去 有自由的 言论自由 他说人们 但是呢 他是反对这种反右的 所以他也把这种 扎营和反右 混在一起了 他强调这个 不是反右 这有几个犹太人 过来去讨论 不知道这几个犹太人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宾大的图书馆 那么图书馆对过呢 就是扎营的地方 所以好多人呢 在这坐着 一边学习 一边看书 还有在这扎营的对面 所以这个场面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警察 在这站了 已经好长时间了 他这也没事 也不知道 警察最后会怎么办 有人说明天呢 有可能 有什么活动 这个活动呢 可能说这个扎营会有冲突 谁知道明天 他们会怎么办 但是这全国各地呢 这种冲突呢 好像是越来越激烈 当然刚才我跟那里边的 这个扎营的这个学生 聊天 他们说呀 这个 费城 恐怕不会太激烈 当然他们也做好准备了 就是说 因为 因为费城的这个警察局呢 好像还比较理智一些 而且他们也知道 就是说 你越 打压的越厉害 人们的反抗会越厉害 激化矛盾 所以 很有可能像 在 这个 占领华尔街那样子 慢慢就 人就 走了 这是一种 但也难说 你可以看那个 宾大的学生 就在这 走来走去的 他们是下课 到教室 或者到图书馆来呀 都是 就是生活好像还是正常吧 所以相比 其他大学的 情况很不一样 当然也有 问题不大的 但是这两天 好多地方大学的 都被镇压了 看看宾大 会不会 不走那条路 难说 刚才我跟这个人 聊了半天 结果呢 他们这儿的人呢 不愿意让我去 跟他们交流 说 说那个人呢 是个犹太人 是一个 犹太富国主义者 所以呢 让我们终止谈话 但是呢 跟那个人的 谈话呢 还是 挺有意思的 因为他呢 他就认为巴勒斯坦人民 就是天然的 他没这么说 我问他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问他 你知道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要反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就是说他解释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些巴勒斯坦人民跟着以色列打 他回答不了 但是他总觉得巴勒斯坦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还是建议了 什么这个要轰炸以前呢 先把他们这个给他们提供信息 让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之类的 减少这个伤亡之类的 所以这个人呢 还是比较替以色列说话的 我想问他 就是说他们的亲戚一般都认为 这个怎么去看待这个 然后呢 他呢 就基本上都是为以色列辩护的 那么挺有意思 反正是 因为我想知道这些人呢 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你想想 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的这些恐怖分子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恐怖 到底什么原因 他们的 就是你在费城呢 每天有上百个 每年啊 每年有上百个这个枪杀案 那要么是为了这个 就是贩毒 蒸地盘 要么就是家暴之类的 完全是意外的 是不多的 所以不管谁 这个暴力呢 它总是有个原因的 这些人呢 他就不谈 这些暴力 原因在什么地方 所以有这么一个谈话 刚才那个 犹太人呢 被别人劝说 不要去争论 让我不要跟他们去讨论 还在这呢 但是旁边呢 又有 你看 宗教团体 在这边呢 他说 我们怎么能去帮你去 找到上帝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检测吧 他们这里建了一个图书馆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书 这些都是 就是人家捐的书吧 各种书 然后呢 还有一些 这边也有一些书 这是他们的这个 宿营地里边 当然还有吃饭的地方 什么都有 这边有人 拍这个毕业照 拍毕业照的 然后呢 旁边呢 就是宿营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 他们正在开会讲怎么对付警察 可能是 那么 请这个什么样子都有啊 多样化的 这个人的背话是 Filly DSA 那就是费城的社会民主党 你可以看出来 什么样的人都有 现在还有很多人 慢慢这天气冷了 然后呢 这个 凉快了 晚上了 一般这里边呢 晚上应该非常热闹 我要想到这里边 过一晚上 那是很热闹 因为大家聊天嘛 在一起坐 然后呢 这个 刚才呢 又建了一批 这个工会组织者 他们这四个呢 坐在地上 他们就是 有些 不是 大学生的 工会的 我刚才想要采访他们 他们不愿意被采访 不好意思 所以我没有采访他们 他就是UAW的 他们现在在这个宾大 宾大有四千多个 这个研究生 助教之类的 他们今天 明天 准备投票 成立工会 我说概率怎么样 他说 概率非常大 现在就是看有多大了 他们比较很有自信 他们这个宾大的 研究生 助教 会成立工会的 离开宾大的这个 大学 这条路你看 专门有骑车车的地方 然后呢 到市中心 那个大楼是后盖的 我当时在的时候 这没这大楼 现在我看再回到这个 我坐地铁回家了 麻烦 你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